3070Ti 3070Ti這張卡老實說已經推出一段時間了 不過今年適逢電子銀件缺貨 貨輪塞港 三星半頭裡游在雷 以及... 呃... 你懂的 要買到顯卡那是真理難呀 而2021下半年又有著不少新3A大作機箱推出 像是Code of Duty Vanguard 極限競速地名線5 以及個人最期待的戰地風雲2042 那拋開其他543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評測Rotide Gaming這款GeForce RTX 3070Ti M-Extreme Polo的性能表現如何 老黃傳家刀法聽過吧 GPU的分級那可是金戰鬥年牙桃場都只能垂線三尺 3070Ti相較於3070 主要的升級在於將顯示記憶體升級至的GDDR6X 核心規模也由原本3070的446組SM 升級至的GA104的完整48組SM 總CodeCode數目來到了6144 不過功耗部分也由220W提升至290W 相較於3070 其實核心規模的升級並不大 主要是在顯示記憶體的頻寬上 而這對於遊戲的性能提升又如何呢? 這次測試的卡 為來自Rotide Gaming的GeForce RTX 3070Ti M-Extreme Polo 是Rotide Gaming裡最頂規的級別 光看散熱就可以看出M-Extreme Polo的尊絕不凡 3顆10公分風扇搭配著厚實的散熱片 厚度達到了兩槽厚氧 基本上散熱是不需要擔心的 而其BOOST的頻率也由預設了1.77G 提升值了1.86G 功耗則達到了310W 需要2組8Pin以及1組6Pin供電 相當的嚇人 所以沒意外這張卡的超頻潛力應該挺大的 為了承載如此龐大的巨獸 這張卡的PCB為全版PCB 而非公版Layout的縮減PCB 看到裡面供電嚇人多的18項供電 顯示記憶體上都貼有導熱膠 確保這高溫的GTDR6X不會過熱 至於外觀部分 Zotide Gaming的卡一向都有著相當特別的外表 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側邊這類電度的漸層反射 那此真底好看 並且它還常有驚喜 開機後這RGB燈竟然是從這類電度的材質底下打出來 這操作很可以呀 背板也有著一些裝飾的RGB燈 再搭配贈送的顯卡支架 這RGB滿到機殼都裝不下啦 整體來說這張卡在散熱、供電 以及外觀等其他表現 都有表現出卡皇的氣勢 那麼接下來就實施它的實力吧 簡單提一下測試平台 CPUA Ryzen 7 3700X 搭配16GB 3600MHz的DDR4記憶體 顯示卡當然就是今天的主角 Zotide Gaming GeForce RTX 3070 Ti M Extreme Powerlow 首先跑個3DMark Time Spy 在顯卡分數來到了15163分 相較於同為Zotide Gaming的3070 大概有著13%的提升 而代表著DDRX 11的Fire Strike 顯卡分數為36738分 同樣也有著13%的提升 代表著光追性能的Pro-Royal測試 顯卡得分為9114分 有著12%的提升 至於專業應用 首先測試Blender 5個場景的渲染測試耗時7分19秒 對比3070 可見GTDR6X對於Blen人來說效益並不算太大 主要還是仰賴QDA的核心數目 在深度學習的表現上 我用了一個150張的簡易dataset 在pre-trained model上跑MAXCEN Training 5次EPOC時間為3分34秒 對比3070 3分47秒 同樣還是以QDA核心數目差異為主 遊戲部分首先測試一下光追標竿遊戲Cyberpunk 2077 在2K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且不開光追時平均震數54 估計是CPU性能瓶頸 不然應當可順暢遊玩 而開啟光追後 幀數掉是36.3 不過VDA有著DLSS這個大招可以應付 在打開DLSS平衡檔後 平均震數來到63.7 如果將一些比較吃性能 但不影響畫面的特效開低 估計會有更好的表現 另一款我常玩的戰地風雲5 特效全開完坦克關卡 平均震數87.3 終於可以愉快地虐菜 啊不是 愉快地遊玩 CSGO 2K解析度 特效全開平均震388 FHD解析度 平均震451 油畫非常好的極限競速地平線4 2K特效全開平均震138 FHD特效全開170震 Code of Duty Modern Warfare 平均震131 特效全開玩FPS 依舊有著非常表現 最後則是推出至今已經8年 但還是等不到續作的GTA 5 2K解析度平均震92 那可以看到遊戲表現部分 其實3070Ti跟3070之間差距並不算太大 大多大概10%左右 一方面是3070Ti相較於3070 在核心數量的提升並不多 主要提升在GTDR6X的頻寬上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我們的CPU是比較舊一點的 Ryden G3700X 可能因此導致性能差距較小一點 對 這年頭 Zen2都算老了 啊 我原本在用的顯示卡為RTX 2060 Super 雖說也支援光追 也支援DLSS 但是當時玩光追遊戲的體驗就不太好 像是戰地風雲5 開了框追加DLSS 畫面瞬間變糊 不過最近更新的DLSS 2.0 對於這種情況就改善了非常多 加上Vidia 30系的顯示卡都針對了RT Core做的強化 不開DLSS 3070就可以秒殺AMD全家 更別說光追加DLSS已經能夠順暢遊玩 以剛才跑的Cyberpunk為例 開了光追後畫面表現有著明顯的提升 環境跟光更準確 鏡面物體也有著正確的反射 而甚至開啟DLSS後畫面不僅沒有變得比較差 甚至還出現畫面比較好的情況 呃... What the F? 遊戲陣數也有著及格的60陣 如果觀一些比較吃資源的特效 是能夠順暢遊玩的 個人覺得DLSS的技術是有點變態的強 原本跑不動的 開啟DLSS之後就變成跑得動 對於常玩3A大作的玩家 姑息可以讓換卡之後其實延長一些 最後來談談ROTA Gaming這場卡的散熱 正面3顆10公分風扇 每顆底下有著11個散葉 結尾逆時中旋轉 底下則是巨大的散熱騎片 厚度是兩槽厚 中間的軍隊熱板底下塞了 1 2 3 4 5 6 7 8 8 跟銅管 對應的供電MOSFET 與GDDR6X 都有著導熱貼 以及軍熱板方速散熱 不愧是Zotai Gaming 的頂階卡呀 由於我最先不小心 把機殼的玻璃側板給摔破了 所以正好體驗到了 M-Extreme Holder 的超強散熱能力 在玩遊戲時 顯卡側邊排出的熱風 剛好就吹在我的腳上 哇 冬天真的不用再擔心會冷啦 那麼為你們視覺化一下這顯卡的風量 我黏了一張衛生紙在側邊 可見其散熱能力的優異 STIPA Fairmark 10 分鐘 溫度兼於70度內 難得看到37的顯卡能夠這麼涼 GeForce RTX 3070 Ti NV 官方定價是18,990元 很漂亮 不過 這價格當然是買不到卡的 市面上有貨的全部都是卡黃 以Zotai Gaming 這張 GeForce RTX 3070 Ti M-Extreme Polo 來說 定價是29,000元 有著五年保固 雖說貴 不過畢竟現在市場就是這樣 要嘛先買先體驗 又或是玩買或許有折扣 回過頭來 3070 Ti相較於3070主要提升在於 GDDR6X顯示記憶體上的升級 所以對於跑QDA的專業應用 其實差距並不大 對於遊戲部分 多數還是會有的大概至少4%的差距 尤其越吃顯示記憶體的遊戲越明顯 所以對於遊戲玩家就看你的預算到哪 買多好的顯卡即可 那這次換卡一方面是為了之後的 Intel 12 代平台測試 另一方面就是剛好有送 《戰地風雨2042》的活動 身為《戰地風雨5》的玩家 當然是要從一波囉 希望DICE跟EA不要雷 好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阿湯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Enterbox 我們下次再見